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今天我们利用这一点短暂的时间 跟诸位讨论一个问题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讲的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两句话 我们要怎样落实 我想许许多多人都非常关心 佛法的修学 在最近 我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 那么也是自己多年来学习的心得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学习一定要能收到真实的效果 换一句话说 我们学了之后 究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学了佛 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个佛教白学了 甚至于 没学佛之前还好 学佛之后 造更深重的罪业 毁调调 毁谤三保 那就更不值得了 还不如不详服 不详服你不会造这么重的罪业 这个罪业 古报是在地狱 现情 地狱果报没有现情 你还在茫然无知 等到果报现情 后悔莫及了 佛教我们什么 我想 诸位同学常常听今 自己心里都知道 一切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无疑不是教我们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转凡成圣 一切诸佛如来 教化 变法界虚空界众生 无敌就在此地 最上等的转凡成圣 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根属众生 根属众生 他这身成就了 念佛 念佛往生进土 就是转凡成圣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只要往生 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 去底上圣人 他不是凡夫了 这是最上乘的 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第二等的 转迷为悟 我们一般讲呢 这人开悟了 大扯大悟 他没见性 主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如果见性了 他是属于上乘的 他的转凡成圣 见性就成圣了 没有见性 他还是凡夫 换一句话说 他没有能处 设法界 没有处设法界 不能算圣人 那么在佛法里面 称为小圣 小圣包括 设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声闻 圆觉 菩萨 设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家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华言宗讲的 小教佛 实教佛 这个都没有见性 所以天台大司 判施 他们是相似 基佛 他不是真的 相似 有一点像了 他不是真的 这些人呢 我们都可以说 专专迷 为物 所以专迷 为物 是四圣 法界 专凡 成圣 是一真 法界 我们 要想 往生到一真 法界 那地却不是容易死 除了净土 法门之外 没有人能够成就 为什么 因为他不待业 你看看 连小陈 虚拓还 都已经把三界 八十八平 建活 断尽了 才能整个 小陈 虚拓还 果 这是什么呢 这是 专悟 为善 专迷 为物 他到这个阶段 刚刚 就 在六道里面 不能出六道轮回的 这是佛教给我们 转悟 为善 在六道里头 决定 不堕三窝道 这个重要 在六道里面 还堕三窝道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但是 佛在大臣经上 我们讲的很多 六道众生 肯定 在三窝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所以六道凡夫的老家 是三窝道 好